不过这些资料 因为可能都是从 这个公开的网络当中去搜集 所以因为里头也有这个 Freddy你的老婆叶湘怡 你会不会担心 这些资料被搜集去 可能会被去做什么样的运用 这个是一个国际性的名单 你可以看到它 其实世界各国 它通通都有去了解 去掌控 去监控 所以因为Doris 她作为闪铃的团长 其实在我还没有从政之前 她就已经在国际上 很有知名度了 比我还有知名度 所以这个 她以前在 不管我们在欧洲看眼上 美国开演唱会 接受媒体的访问等等都是她 所以我们以前在 开演唱会的时候 有时候也会遭遇到 一些中国特定势力 或是自己自称为学生 的一些特定威胁 那一些事情 也都是她出面来去应对 那反而你有吗 你有在被监控里头 我看今天的媒体上面写没有 是没有的 所以你可以松一口气 所以也不是这样说 还是觉得怎么没有 怎么没有私了 我今天本来要贴一张图 叫做Am I a Joke 叫做Am I a Joke to you 我也很知名 怎么没有收集我的 但是就是说因为这是一个 国际性的名单 所以我觉得 因为从过去 这个应对中国的这一种各式各样的骚扰 其实Doris就已经很有经验 所以她也不会觉得非常的这个惊讶 倒是说这个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她比较像是 这个全面性的对这一些人 所谓他们各行各业不同背景的这些名人 做网路上的这一个肉收 也就是说我就把你所有以前在所有的社群网路上面讲过的话 看起来例如说刚刚讲有没有好赌 还是有没有什么弱点 这个人平常都在讲什么 然后他去思考我怎么渗透你 我就把这些人 所以这些人你会看到他各行各业知名的人 他全部都网罗 也不分党派 也不分你跟政治有没有关系 例如一些歌手 一些明星 各国的都有 所以我们常常 这个台湾常常有一些人幻想说 所谓的音乐归音乐 政治归政治 体育归体育 政治归政治 对中国来讲没有这种事 反正我只要有名的人我都要渗透你 反正有名的人我都要想办法 那你们散灵在国际之间 会不会也担心可能会有对岸的监控什么之类的 这个之前我们就 之前我们曾经就有遇过一些麻烦的事情 包括要去表演的时候 就有这个自称是中国学生的说 他一定会到现场来去捣乱 会到现场说你们不准让散灵上台 然后这个导致我们的经纪公司 在国外也都非常紧张说 为什么会遇到这种事情 从来也没有听过任何一个国家的 来讲说什么 这个他们是不能表演的 你不准让他们上台表演 从来没有遇到这种事 那以前还会觉得说 因为我是来自台湾 以前我还要跟我们的经纪公司讲说 这个台湾跟中国的关系就是这样 没有办法等等 现在你看这个名单就知道了 他哪管你是不是来自台湾 那全世界都想办法渗透 全世界都监控 所以其实这一个名单 当然就刚刚比较开玩笑 我一看没有我 有Doris 我当然觉得有点这个 am I a joke to you 但是 对但是 这个 我觉得最重要 显示给台湾跟全世界的 就是他根本不是针对政治 他现在对全世界要的掌控 他今天最好是跟政治都无关的 各行各业的名人 都被他渗透 被他掌控 被他不管用威胁利用 因为他为什么要搜集你的网络资料 就是我要知道 我是要用社来利用你 用钱来利用你 还是用赌博来利用你 全面监控不对 然后我把你吸收来变我的人以后 在必要关键时刻 你会自动的帮我讲话 这个就是他过去长年来做的方式 他的目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单 大家看说为什么有无客群 为什么有哪些人 要不然呢 他难道专门只弄国民党吗 难道专门只靠国民党帮他讲话吗 不可能他在台湾就是要 为什么过去这十几年来 有各行各业的人会站出来帮中国讲话 他用他不一定要由他的党政军的方式 来去告诉你说 我要你帮我讲什么话 要不然我就对你不利不用 他就是这样子 用网路人肉搜寻以后 去想我寄出什么手段 你就会沉浮于我的这个利益之下 然后你因为有自己经济的这个需求 或是各个利益跟中国的挂钩 你在怎么样的状况之下 就会讲出他们要你讲的话 这个才是渗透统战于无形之间 比我们想象的自己各这些 我们的台湾各行各业的人 自以为说我只要自保 我都不要讲到跟政治有关的 就不会弄到我的身上 不是这样子的 你一看这个名单就知道 至于说蔡总统 怎么可能不被他监控 我觉得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蔡总统从来不发自己的 他没有所谓的个人账号 他不像川普有一次 以前就已经发一大堆东西 推特等等的 他就总统他这个中国一定是用 国安的方式在监控他 用国安的方式在分析他 因为他本来就 就蔡总统在还没有从政 真的成为民进党的这个党主席之前 他也没有整天在社群软体 那什么不让那些贴东西 所以可能要收集的资料很有限 所以他怎么一查 全部都是政令型的资料 那我干嘛 对不对